第一時間以為的空檔往往都不是空檔 看一下陳金環被撞倒 但是這一次的抗議直接被插踢了 等一下應該是要看重播畫面 因為第一時間我們都跟著球 沒有看到陳金環的一個角度 對 因為第一時間抗議是倒地了 對 我們只有看到陳金環倒地 不知道為什麼倒地 有技術範圍出現 當然要執行罰球 如果看桑尼的動作 應該是說不知道是誰去出了拐子 把陳金環給打倒了 直接擊倒了 用格鬥的術語來說就擊倒了陳金環 對 這邊來看看 喔 這一邊啦 這樣直接撞出來 所以是有機會去做進攻犯規的吹範 那第一時間底線裁判並沒有吹 喔 阿環可能比較氣的就是這個犯規 這個進攻犯規是在你面前 你怎麼會沒看到 所以阿環的抗議的尺度是非常大 所以才被直接吹了一個技術犯規回來 那當然第一時間裁判老師可能漏吹啦 可是我覺得阿環 畢竟現在是球隊隊長嘛 你也是要想盡辦法把這場比賽拿下來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再緩和一點 跟裁判老師去做一個簡單的討論啦 是誰 這樣做啦 我是沒有固者的 Financial chair 附和他還在一起 我們 jeito版 Family 覺得整責丁好大的 很多人都會載在一起 讓我們買太快